优优独播剧场——YoYo 相信只要看过动画的各位应该都能发现割杀的人物不算太多 故事的核心角色几乎就固定在冒险者公会里面男主身边的妹子们 也几乎都是通过公会牵线从而结缘 但其中有一位就比较特殊 他并不是男主当了冒险者后才出现的 他俩之前就认识 确切来说人家小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男主戴不戴头盔的样子他都见过 相比于其他对男主有好感的妹子们 这位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没错 他就是男主的青梅竹马牧牛妹 牧牛妹是比男主小两岁的青梅竹马 两个人在八岁的时候因为一件幼稚的事情大吵一下 最后不欢而赛 但这次离别直接带来了五年的隔阂 因为就在牧牛妹去叔叔家帮忙的当天 他们的村庄惨遭胳膊龄屠杀 全村仅剩男主存活 而在此次事件之后男主失踪 至于牧牛妹因为双亲皆已不在 于是她被叔叔收养 住在了牧场那边 除了帮忙养养牛去城镇送送物资 闲下时间也会趴在窗台上发呆 有时候脑内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当时那个和自己吵架的小男孩到底怎么样了呢 他是否还好好活着呢 在牧场的夜晚 牧牛妹经常梦见小时候的自己 每次梦醒之时 她都会不断提醒自己 如果能再次见到那个男孩 她一定要对他说声对不起 在歌山漫画的外传中 牧牛妹与男主再次相遇是在五年后 那时他们只是擦肩而过 男主夹在在一群冒险者中 想要捕捉她远去的背影都很难 明明给人的感觉就像错觉 但牧牛妹的直觉却告诉她 五年前的那个男孩回来了 因此当牧牛妹通过斑驳的头盔 确认里面就是男主后 双腿已经抢先迈出 她大声叫住了男主 你还记得对不对 眼前的就是五年前的那个男孩 那个自己一直想对她道歉的男孩 她的姐姐呢 她现在住哪儿 至今为止她都在干什么 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但牧牛妹只是恳求她站在原地不要动 然后狂奔回叔叔家 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她 后来在牧牛妹的邀请下 男主寄宿在牧场中 奇怪的是 她既没要求干净舒适的房间 也没对生活有着高品质的追求 男主只要了一间看上去 绝不会像是给人住的储物室 她就住在那里 每天晚上都回来得很晚 从来不在床上睡 只是靠着角落坐一会儿 然后又带着血迹斑斑的装备去杀哥布林 就算是身上有伤 她也不会让牧牛妹治疗 牧牛妹以为自己让男主留在这里 起码能改变些什么 但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 就算是让这个人留在身边 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总有些东西 在牧牛妹与男主分开的这段时间内变了 但即使如此 她还是对着男主离去的背影喊道 我在这里等着你 这次你一定要回来 虽是每天都在重复一件事 也就是清理个布林 但随着冒险难度系数变高 男主在工会倒也认识了一些伙伴 有人与他共同作战 家中也有人一直等他回来 男主的内心也柔和了那么一点点 没有委托的时候 就会检查牧场周边 还会帮忙修修屋子栏杆什么的 牧牛妹也会帮忙清洗男主的衣物 因为男主很少做饭 所以料理的任务几乎都交给了她 牧牛妹想的是 就算是让她每天做饭 只要男主愿意吃 她都会为她做 无论是大扫厨还是收拾屋子 还有牧场的农活洗衣服等等 从现在开始就好 从现在开始一件一件完成 料理也是 一次一次无论要做多少次 她都愿意做给男主吃 因为现在的男主不是孤单一人 或许等着他回来的 目前只有牧牛妹一人 但即使如此 那句欢迎回来 无论多晚多累 她一定不会露下 而在小说第三卷 当祭典结束后 牧牛妹主动献上西枕 还给男主掏耳朵 在涂满青色水彩的天幕下 两人坐在草地上 宁静又悠哉 只不过在离别之际 戴上头盔的男主告诉她 之前牧牛妹提过的金木希的花语 她查过了 她认为并不适合自己 然而牧牛妹只是微笑着 金木希的花语是 高洁 谦虚 真实的爱 初恋 明明就非常合适呀 少女的男男自语 终究消散在秋风里 男主也再次出发 踏上新的旅程 牧牛妹知道 一定在不远的未来 这个戴着头盔的男人 会再次平安归来 而她也会在熟悉的敲门声 响起后 开门对她说 欢迎回来 可以说牧牛妹对男主的感情 其实是从现役转变为爱恋 他们作为村庄的幸存者 双方对彼此来说 也是最为宝贵的存在 有牧牛妹在的地方 就是家 同时也是男主在无数次战斗后的归宿 如果将男主比作刀刃的话 那么牧牛妹就相当于刀鞘 不过啊 其实除了牧牛妹 还有两位也非常喜欢男主 在动画里也多多少少有所表现了 其中一位就是工会的柜台小姐 呃 大幕知道肯定很多人 都挺喜欢这个柜台小姐姐的 确实既好看 工作又认真 还有擅长泡红茶这种秘之萌点 给人的感觉就是 干脸又不是温柔的职场女性 柜台小姐姐第一次见到男主的时候 和其他人一样 觉得他是个怪人 首先从外表上来看 一个大铁头盔从来不摘下 身上的铠甲武器 一直都破破烂烂的 有时候身上貌似 还有未知魔物的血迹 透过头盔跟他讲话的 那种低沉的声音 给人感觉非常阴郁 最奇怪的是 这个人仿佛是跟哥布林杠上了 别的冒险者打魔物 做任务升级 只有这个头盔执着于哥布林 他只接哥布林的委托 一只也好 一窝也好 只要有哥布林 一定会被这个头盔家伙借下 而且自始至终 都只有他一个人 虽然第一印象确实不咋样 但只要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这个头盔 只是不擅长表达 虽然执着于哥布林 但说不定是存在某种理由 因此 一直都在暗中观察的柜台小姐姐 终于尝试跟这位头盔先生 进行简单的交流 相处下来 发现这个人意外的还不错 性格沉稳 毫不张扬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 从来不曾改变 或许是出于好奇 柜台小姐姐开始主动留意 有时候一些刚到手的哥布林 委托 她会留给头盔先生 关于任务的注意事项 她也会特别叮嘱 柜台小姐姐 相比于其他冒险者妹子 与男主相处的时间不算长 二人见面几乎就只有委托可聊 最初隔的话语 也莫过于一句多加小心 但或许就存在这样一种感情 她不会太近 也不会太远 她刚好处于最佳地点 一直用特有的方式 默默守护着对方 柜台小姐就是这样 从一开始看见男主 在工会孤单一人 到见证她的身边 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伙伴 见证男主从独善其身 到拥有了团队概念 柜台小姐在替男主 感到高兴的同时 自身也对男主 产生了名为暗恋的情愫 在漫画34话 咱们的柜台小姐姐 终于主动出击 邀请男主与她一起逛祭典 换上便服的柜台小姐 少了几分知性 多了一丝可爱 她与男主一边闲聊 一边穿越城镇的各个街道 受人喜爱的魔术原理 呃 虽然有些直男行为 但这种笨笨的举止 反而让柜台小姐姐非常心动 她提出要带男主去一个地方 在柜台小姐的带领下 二人来到了工会 此时工会内部空无一人 毕竟大家都去享受祭典了嘛 穿越办公区域 爬上楼梯 最后一扇门出现在眼前 打开这扇门 他们来到了工会的最顶层 小镇风光就这样暴露在眼下一览无余 因为祭典 街道比平常多了好几倍的人 人们的欢声笑语哪都能听见 彩灯也在夕阳下慢慢亮起 当太阳完全落下的那一刻 数百只天灯缓缓升起 他们漂浮在暗下来的夜空中 摇摇晃晃 烛光闪烁 简直就像星星一样 而女神官就沐浴着灯海 在人群中央身穿白袍翩翩起舞 孩子们在欢呼 恋人们在惊叹 冒险者们也在仰望这片美景 这就是柜台小姐想让男主看见的景色 这样的景色一定是因为男主才会出现 虽然她不知道男主过去发生了什么 但她见证了五年来男主积攒了什么 或许这样的景色依然无法打动她 但柜台小姐一点也不想就此浪费 她要让男主知道 她已经确确实实地拯救了这里的大家 起码在这一秒 就算只有这一秒 柜台小姐也想让男主安心 祭奠结束后 一切都会步入正常的轨道 但即使如此 多一分 一秒也好 她想和男主一同度过 未来有多远她不知道 男主会向前走多久 她也不知道 但唯一不变的是 她会一直在这里等待 看到这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感动到 这种暗恋真的太抓心了 只可惜男主心中只有哥布林 谈恋爱什么的 大家只能自己歪歪一下了 除了这一位对男主有意思 还有一位也是倾心于男主 这位在上期大幕也介绍过了 没错 她就是剑之圣女 关于剑之圣女的故事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上期哦 有趣的是 据说有个国王 似乎还追求过圣女 但因为在圣女向他求助时 这个国王没有伸出援手 导致圣女对他也一直不来电 而男主就不一样了 帮人家杀掉地下所有的哥布林 还解决了圣女失眠的问题 可谓是撩妹撩到点上了 在小说第五卷 圣女还给男主写了一封委托信 这封信还被神官暗自吐槽 写得像是封行书 而且在漫画中得知千金剑士 对男主的感情其实是感恩之情后 整个人立刻露出相当开心的表情 满脸写满着我超开心的 除了以上这三位 男主身边还有几位妹子 例如在一开始被他救下的女神官 在后续冒险中也陪伴在男主身边 一边成长一边见证男主的故事 因为临时的冒险小队结实的弓箭手 他对男主的态度也在不断地改变 在经历了一些生死历险后 他打心底认可了男主 还有故事后期被男主拯救的千金剑士 之后剪掉长发跟着男主一行 继续讨伐雪山堡垒的哥布林群 并在男主的协助下 夺回家传的宝剑返回家乡 三人对于男主的感情 并不像木牛妹柜台小姐那样明确 好感肯定是有的 但更多的是一种憧憬向往 是弱者对英雄的崇拜 不过看着男主从最开始的孤单一人 到现在身边围满了各种各样的伙伴 感觉还是挺治愈的 当然至于他什么时候发现 人家妹子对自己的感情 估计还得取决于哥布林啥时候全面 毕竟对于哥沙来说 工作可远远大于爱情啊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木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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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